紅豆玉米針如何使用? 要如何製成這些飽滿? 我們在用這種東西翻譯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知道的豆子 在初期就不能給它太高的 那麼這種的肥療因為它需要一種根流固單菌 所以你如果說給它很多肥療 根流固單菌就無法改善複雜 所以它會比較少 比較少它通常對它的行動 你看我的樂不優價 樂不優價其實就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它一定要有根流固單菌 那麼豆子又怕水 所以這個不可以去煮水大概是這樣 這兩個環節因為紅豆不耐煙水 你應該記得一點 它很怕水 那麼你幫它這兩項先處理好 再來就比較容易來幫它做一個處理 那麼你要用這個營養精就等到它出來了 它有一個雞毛布那個時候 那時候呢 它這種這個 它經格的一種根流固單菌 都已經達到一個狀態了 那個東西都已經平衡了 那時候就我們的惡一點水 這個幫助它 要讓它提早要開火 那時候就用來清潔 要來清潔 就會熱 這個時間的會熱 這就影水 這加不太冷 你用來浸水 那麼這是時間比較下去 那麼 啊 配合這樣來用 這大概是一種的這個用法 那麼這個 它比較簡單 但是說它簡單 不是說這個啊 賣紅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以前我自己喜歡賤 賣紅豆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這個炸檔的車子之後呢 店是比較炸的 這個起來來炸檔的車子 補比較炸但沒有 補的人就是炸檔不要補 萬檔沒有補 萬檔車子我沒有補 我留在種紅豆 還是說這個炸檔比較慢補 種一點紅豆 那麼其中呢 這個通常在 我們並說這個車子上起來之後 不用錢地來補貝 只要是沒有補到水 這其實還不錯 這紅豆是個好東西 只是說他比較怕水 所以在管理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來幫他注意到 尤其在水中在修行進行 還是他們有的修行 現在他們都急急在刮 所以通常是修行刷 把這個紅豆的這個 這個豆子去 豆腥去牽牽牽 這倒數是一種的做法 那麼你一定要的技術就是說 他在補皮不要補到太早 這個可能是 要稍微來幫他注意到 一般通常是 點擊後開始有在出的 差不多要三禮拜左右 屏東可能比較早三禮拜就可以補了 有稍微出來出來 因為你一開始你如果補太早 他那個跟流固旦菌就接種就會變小 變少 所以這段你就差不多三禮拜 三禮拜的時候 他開始會補了 你去補一層的肥 一般通常這邊的一盒 或者有的人去補一層 比如說一層 去補一分底 差不多補15公斤 不補了 我們說去補一層的 這樣 再來就是說 點擊後差不多是 在這個 第五禮拜 第六禮拜 這差不多第五個 第五週 第五禮拜 第三禮拜才下水 第五禮拜 他就要開火 在這個中間 你如果是有飲水 你用意味精 在開火前 你就把它用這個東西下去 那麼 甚至可以對這個肥 把它對一些下去 那麼這種的 應該在這個 這個管理上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其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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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 算很低 他的生長的速度 他也比較不耐 這個 所以我們種太多 比如說為什麼屏東 他們 都在這個 萬當 萬當 之後他們會去種這個 這個時間很好 沒有太多 那一陣 屏東沒有貨水 再來就是說 他也沒有什麼 低溫 最重要就是說 那一陣的這個 紅豆 太多 日本那一陣沒有紅豆 所以他們在我們台灣買 所以那一陣 有一段時間 屏東的這個紅豆 這個 外銷 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這種豆 輕的 跟老的 就放久了 放久 放 用說放比較老 這種 這種 豆 不要吃 不過 現在你說 臣東的豆 在外銷 可能很少 應該是 不太好 這個 大概是這樣 一件得利 所以 那麼 這個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樣 使用的方式 你先了解一下 好